首先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热点快评 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财长耶伦 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耶伦于6日抵达北京 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 李强说 昨天当你下飞机时 我们在北京上空看到了一道彩虹 中美关系不仅是风和雨 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彩虹 与此同时 耶伦表示 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 并非赢者通吃的局面 并赋予双方以一套公平的规则来管理竞争 双方有分歧 但不应导致误解 恶化双边的经贸关系 此前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 耶伦与中国前副总理刘鹤 以及即将卸任的央行行长 一刚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 实质性对话 美国的舆论 在耶伦行前的预期 美中关系难有突破 那么李强的这一方的彩虹的讲话 是不是为美中双边关系的突破 带来了新的希望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 一起来讨论热点快评 那么第一位嘉宾是北京之村荣誉主编 胡平先生 第二位是台湾郑农家黄青龙先生 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好 胡平先生好 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耶伦的这一次访问北京呢 是一个在争取了很多次 机会之后的一个北京行 那么他去北京之前呢 舆论预测 他不会有什么突破 但是呢 李强的这一番话呢 以彩虹呢暗示中美关系 所以说我看有一些外媒在说啊 是不是啊 有可能有某种新的突破的希望 那么胡平先生 我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胡平先生好像卡住了 那么胡平先生呢 卡住了 我们请我们的台湾政筑家黄青龙先生 你来先讲 我想这个 当然这一趟 越人到美国 是来之不易的 那么可以说啊 是经过很多的波折之后 他是四年来第一位 美国财政部长 踏上了中国 那所以呢 李强的这一番好听话 当然也是一个 盈克之道 但是呢 是不是光这样的一个好话 就要来推断 说这一趟的 叶伦的北京之行 会有所这个突破 我觉得还言之甚早 这个就好像 耶伦也讲说 这个两国啊 中美的这个脱钩锻炼 没有赢家 这个本来 从G7会议之后啊 这个西方啊 已经不太提这个脱钩的问题了 现在讲的是去风险化 去风险化 那去风险化的政策 在中方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几乎等同于去中国化 我想李强跟这个韩正啊 最近都不断有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其实对中方来说 也知道 现在美中之间啊 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我们光就耶伦所啊 这个关系到的一些职权来讲啊 现在美中两国的经济的情势啊 可以讲说啊 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状况 美国呢 现在呢 为了遏制通膨啊 这个不断的升息啊 中国呢 却是面对的是通缩 而不停的减息 降息啊 那另外呢 美国碰到了60年以来 最好的就业的状态 而中国呢 却面临了60年以来 最惨的一个就业的状况 那么这当中啊 货币的问题啊 那么也包括 会这个利率的问题啊 这第一大 全球第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啊 这么样的截然的两种状态啊 这势必会互相牵动啊 这当然也是 所以耶伦这次来要跟这个 人行的行长易刚见面啊 要跟刘鹤见面啊 我想这也都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啊 好 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再加上我们待会要讨论的啊 这个所谓的科技管制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都绝对不是耶伦一次访问 能够啊 有所促成的啊 所以呢 中方也知道 所以呢 他也做了一些动作 就是包括说 在这个啊 稀土的部分啊 先来做一个初级 来拉高谈判的筹码啊 所以你说 能不能因为他讲说 看到了彩虹 而就来推测 这一次可能会有若干的突破 我是觉得失之 言之过早 嗯 这个胡平先生 刚才第一个问题 我问的是您 可是您的网络 不为你这个争光啊 掉下去了 那么您怎么看 李强啊 总理这一次呢 啊 这个对耶伦说的 这个彩虹说呀 啊 因为好像 让人家似乎看到了 某种希望事的 有这种感觉吗 嗯 当然这次耶伦访华 本身就意味着 美中之间 在经济贸易方面的这种 呃 前面的那种紧张的情况 会有所缓和 所以李强讲这些话也不出人意外 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就在耶伦访华之前 啊 中国政府就出台了 对和家和者这些这个 嗯 原料的出口管制 啊 而此前呢 美国我们知道从特朗普 一直到拜 拜登 那都实行的是对中国在一些 尤其是高科技产品产品方面的这种 出口管制 那现在呢 那当美国的现在的政策就是 和中国的经济是 嗯 不脱钩 去风险 嗯 因为实际上这个 由于经济的全球化 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 直接早已经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嗯 要脱钩 其实在事实上是 是做不到的 尤其是美国 当然不少人都很希望美国能够更全面 更彻底的和中国相脱钩 但是你美国是个自由经济的国家啊 你看当年 这个特朗普就讲 要这个买美国货 雇美国人 可是你是自由民主国家 你怎么能做得到呢 嗯 你对你的政府 对你的企业 没有管制力 嗯 就所以就在特朗普政府时代 我们看到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 依然在大举进军中国 投资建厂 嗯 因为你管不 因为政府管不到它 另外美国的这个老百姓 他们买商品 当然也会冲着便宜的买 所以这种的情况就是 你要全面脱钩 那确实是从美方来说 即便政府想那么做 它也是做不到的 但加上情况已经走到 今天这个程度了 你再要脱钩 那它对整个全球的经济 对美国中国双方的经济 造成的影响都是这个无可想象的 所以这个是根本做不到 那么现在能做到的是 也需要做到的是 就是出于国家这个安全 这个和利益的角度 对某些产品 那实行一定的出口管制 这个我们就看到了 美洲双方现在就在这么做 而在这方面呢 双方都是各寄出自己的法宝 你很难指望在这方面 双方的这种对立会 由于这次耶稣访访华 由于李强出面 就得益这个解决 双方的耶稣访还在这次见李强之前 就跟在华的美国商界就谈到 要要求中国这个 要改变那些不公平的经济竞争的方法 这里也对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要求 而在这方面呢 中国政府能做出多少改进 我想当然也是大可怀疑的 所以这个基本的据据就是 中美的经济贸易关系 会有所改善 但是它能改善到什么程度 那毫无疑问是有它的限度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保守一点说 就是说这个彩虹说 可不可以把双方的希望 寄托在双边的做生意的问题上 因为这个耶稣的这个讲话呢 很清楚的说 双方有分歧 但是你别瞎想这种分歧 我们做生意还是要好好的做 所以说呢 不能够恶化双边的经贸关系 那么北京和美国在做生意的问题上 应该通过这次访问出现了彩虹 黄青露先生 这个观点解读对不对 我觉得小平这个角度 是可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那么本来这个川普对美国 对中国实习的这个贸易关税的 这一部分的制裁 其实拜登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跟中方所达成的一个协议 其实已经制定了一些 接下来准备要放宽的措施 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并没有能够往前推进 这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那么美国总体来讲 并没有因为这个贸易的 这个关税的提高 而能够减少对中国的 这个产品的进口的部分 甚至这个逆差 美国的跟中国贸易的逆差 还扩大 那么所以我想这个也的确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牢不可破 不能够改变的 那么从美国来说 它希望的是跟中国 有一个一直也有点强调 公平的一个环境 这公平包括说 互相的这个市场的准入 我们看到美国国会 非常的这个慷慨激昂的批评 说中国现在还自认为 它是一个所谓的开发中的国家 它享受了非常多在税的部分 在方方面面贸易上的一些占的便宜 但是它已经这么的庞大的一个经济体 而中国国内的保护主义 到现在对于美国 很多企业来说还是不公平的 因为相较于美国 那么二三十年来提供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那么中国这一方面是永远不足的 所以当然有可能 但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总体来看应该是中方要退让的成分比较大 那么中方希望得到什么 这个关税的这个课征的取消 可能是一部分 那如果是这样 就是小平刚刚讲到了 这就是大家在商言商的问题了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热点快评这个话题 我们就先谈到这 因为这个耶伦的这个访问 要持续四天 那么我们美国之音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 报导这个耶伦的中国行 谢谢大家